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晚安 OK 總經理 各位老師 各位大師 各位前輩 各位家人朋友 還有我們遠道而來的兩位大師 大家好 喔 OK thank you 那我是來自台灣的陳彥碩銷銷售大師 謝謝櫻華姐和總公司邀請我來分享諾莉果 對 那也謝謝大家在周六的晚上抽空前來參加我們布里斯本第一屆的中文一日研討會 OK 首先我和大家認識一下 我在台灣從事金融業 同時也經營著愛多美 那我會認識愛多美是因為我媽媽的朋友 一個朋友介紹給她的 對 那我媽媽聽完她的分享之後 買了一些日用品和保養品回家 叫我們用 但那時候我和我弟弟 兩兄弟想 Oh my god 媽你不要鬧了 這個愛多美 這個牌子聽都沒有聽過 所以那個洗髮精跟木耳乳 就一個白色的罐子 然後寫了一段韓文 我們跟她說你被騙了 然後我們也沒敢用 然後就這樣子去繼續上課 然後我媽也繼續做她的活 但有一天她突發奇想 她趁我們兩兄弟去上課的時候 然後把我們浴室的東西全部換成愛多美 我回家的時候我很錯愕 我回家洗澡的時候 然後看到 奇怪 我這浴室的東西都不見了 我的洗面奶 我平常用的這些都不見了 所以我想說算了 我下課累了 我也懶得去找 我就姑且拿著愛多美一次 結果我試了之後 我發現感覺非常好 尤其是那個沐浴乳 我非常喜歡 所以也是因此讓我對愛多美改觀 我就開始願意去嘗試使用其他的產品 用了之後 非常 我覺得用了很有心得 所以讓我也下定決心要來成為愛多美的經營者 把我其實用過的好產品都推廣出去 然後也包含了今天的諾莉果發酵液 對 那我在接觸愛多美諾莉果汁之前 大概兩三年前吧 那時候因為半工半讀 還在讀大學 那時候壓力很大 所以台灣的四季氣候非常潮濕 所以我先後換上了知意性皮眼 還有大腸肌躁症 對 應該是這個稱呼 對 然後那個知意性皮眼 它的主要症狀是皮膚會發紅發揚 對 嚴重一點會感染 然後大腸肌躁症是因為壓力造成的 那時候讀大學又上課 上課又上班了 對 那它的症狀是長期會腹瀉 腹痛 所以根本沒有時間讓腸胃好好的吸收食物的營養分 再喝了這個諾莉果發酵液大概半年 我個人認為我身體獲得很大的改善 我膚質變光滑了 也不再拉肚子 所以我很有信心在這兒分享給大家 OK 我今天準備了一份五分鐘的簡報而已 因為我知道大家也累了 這個時間 尤其是週末 所以我這個5WH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 五分鐘很快 我先問一下 在座知道諾莉果的好處 有喝過諾莉果的人 可以舉個手嗎 大概有一半 所以一半算很多了 那這麼多人舉手 表示你們都知道諾莉果很好 你們很有智慧 我應該也差不多講到這就行了 沒有 沒有 還有一半的人不知道 所以接下來這五分鐘認真聽 就是賺到了 這是福氣 那我先講一件事 你們知道嗎 上帝是真實存在的 因為諾莉果就叫上帝的禮物對不對 那它為什麼叫上帝的禮物呢 因為諾莉果裡面還有兩百多種 對人體有益的物質 其中包含了我們所需的七種礦物質 18種氨基酸 還有12種的維生素C 大量的多酚 所以最特別的是這個 賽洛寧原 我想很多人沒聽過 我一開始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諾莉果很好 因為我喝了 我就覺得我變好了 那它好在哪呢 因為這個賽洛寧原 是我們身體 維持正常代謝需要的成分 能夠控制我們蛋白質的功能 幫助我們修復受損的細胞 但是這麼好的東西 我們身體卻沒有辦法自然的生成 所以攝取諾莉果 就是最快最有效率的方式 也就是說 來大家看一下下面這張的數字 對 這個諾莉果裡面的賽洛寧原 是水果之冠 它比菠蘿還要高40倍 而且它裡面的多酚 比猕猴桃 還有這些番茄都還要多 超過140倍 對 這個愛多美的諾莉果製成的發酵液 有四大特色 那這個是我在官網拉的資料 我來詳細的下面介紹一下 有什麼特色 第一是它從專用的農場 為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的火山灰清淨地區製造出來 它在這邊種植 所以有學過地理 喜歡種作物的朋友一定知道 火山灰地質是一種非常肥沃的土壤 裡面的微量元素和礦物質 利於農作物的生長 那第二是從種植收割 然後清洗包裝 最後運輸到韓國製造 它這一條龍的服務 都有韓國品質把關 百分之百有機不含重金屬 所以這樣各項的韓國認證 讓我們可以安心地使用 第三是所謂的天然原料呢 它加了椰子花蜜糖 裡面有什麼 豐富的礦物質 還有這個卡曼菊 它裡面有大量的維他命C 所以用這些天然劑健康 又可以提升諾莉果風味的原料 這樣子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為愛多美製造的產品 都秉持著天然環保無毒草本的理念 所以絕不添加化學合成的防腐劑 還有其他的原料 對 那第四 最後 差不多 這個聽完 認真喔 好 Focus 後面這個特殊的發酵技術 這個是因為 發酵 主要是要萃取它裡面的精華 讓我們更好吸收 對 所以這是男女老少都適合飲用的 那最後兩月簡報 讓大家看一下 愛多美會員價 在澳洲的話 一瓶是75澳幣 這可比台灣便宜多了 一樣的容量 一樣的點數 所以我想我在澳洲 這個多喝一點比較划算 對 最後大家說一下 照我測試的方法來喝 一定有效 我都會把諾莉果分早晚喝 那我是放在冰箱冷藏 所以我早晚各喝40克差不多 對 那我家人是喜歡加水 稀釋來當果汁喝 有一個重點請大家務必要記得 一定要用咖啡還有茶 間隔來喝 因為咖啡還有茶裡面的碱性物質 會阻礙我們腸胃吸收它的營養素 所以大概最好最好前後要間隔兩個小時 對 所以喝了諾莉果或者其他保健食品都一樣 要有間隔 那有喜歡的話 回家趕快訂兩瓶 在這訂真的太便宜了 我在台灣訂 哎呀 荷包是在流血 對 所以喝了保證不會讓你後悔 依照細胞更新的週期來說 持續喝三到六個月就很有感覺 所以我在這祝福大家喝完都 身體健康 精神好 那2023 讓我們一起在愛多美重振旗鼓 全球同步 我是陳彥壽的銷售大師 我們在頂峰相見 謝謝大家